你能想像消防員在火昌裡看見的景象嗎 在真實的火昌裡 眼前只是一片漆黑 只有感受到熱 才能知道自己正在被危險包圍 好,好早喔 太陽很大了 這是第幾張孤單 第幾集 你猜一幾集 有接到業配嗎?常常喜歡嗎? 目前還沒有消息 真的是一個比較難接業配的節目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的話 還是可以給我們一個超級感謝 對,真的可以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好,接著 現在是早上7點35分 Andrew 你第一次在這麼早的時間出教室 到底是怎麼樣? 對,因為我們今天要接的一位受訪者 他是一位消防員 對,他有時候他可能就要職業班 可能就會需要到早上時間才下班 對,沒錯 其實我們約定的時間已經快要到了 對,但是他如果忽然間有狀況的話 搞不好又忽然間被叫出去 但現在希望今天是平民安安 對,那我們今天要好 好,我們就等他吧 OK 老實說我覺得蠻緊張的啦 因為我覺得就是平常你不會去接觸到 這麼有些類似英雄類的這種職業 因為小時候可能有些小孩子的夢想 會成為什麼消防員啊警察 我沒有啦,我沒有啦 我小時候覺得好像蠻危險的 我個人是沒有 因為小時候就很害怕這樣 因為今天好像蠻危險的關係 要再多等他一下 我有聽說就是假設如果你到最後一刻 在交班之前 如果發生狀況 你還是得先出去出勤 然後再回來 來,我們去看 來,我們去看 我不要再去看 我去看 不是真的嗎 你要來吧 對,你去看 隨便 我去看 再拿 我去看 你去看 下班 有點浮誇 相當浮誇 他們每一次都很浮誇 沒熱沒有沒有 餓了嗎 餓了嗎 好 我們吃個早餐好了 我是一位消防員 在危難中 在火場裡 用盡全力拯救他人的生命 但有時候會不小心忘了 自己也是該努力活著的 全台灣目前有一萬六千名消防員 必須連續工作24到48小時 每月公事300到400小時 遠遠超過政府所設定的加班產線 但我們換到的 只是毫無意義的嘉獎 很多人說 我們適合火神拼搏的人 但回頭望去 又有誰在支撐著我們 來 歷斯 恭喜下班 太棒了 你聽起來好像沒有特別愉悅 有點小類 下班人上班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像我自己服務的就是 勤二休一 是勤二休一 就是上班48小時 然後休息24小時這樣子 其實蠻辛苦的 中間會找時間睡覺 你這一次上班還好嗎 這次喔 這次還蠻平安的夜晚 這樣子我們稱平安夜 其實在我們這個區域其實不多 你當消防員多久了 快要滿五年的 五年喔 那其實還蠻久的 算滿菜的 滿菜的嗎 那消防員平常工作大概都做些什麼 我們有法定的三個任務 就是救災 救護 和預防火災 那可是我以前不太有聽說什麼 就是要去抓蛇啊捕蜂啊這種 我當消防員的第二年之後其實沒有 就曾經運過就是出一台救災車去捕蜂 結果就是很不巧就是 當下就出一個真的有燒的火警 說真的 通過這麼多年 你已經習慣消防員這樣生活嗎 就是可能就是 有時候常要只48小時 甚至說可能臨時要加班這樣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加班 因為大部分的消防隊其實 算是被比較業務的行政的東西給淹沒 這些東西也不是說完全都沒有意義 可是它就是變成說 我們外勤人員好像被濫用成一個行政人員 等於是你們有點身兼太多職的感覺 對 也壓縮到我們訓練和休息時間 這附近好像是我第一場火災的地方 真的假的 下單位第一場 還是說我們下次看一下 好啊 那你剛才說你這個第一次出行的火警 當時是只有你們分隊去嗎 沒有 就是這附近的分隊幾乎都過去了 所以它算是大比較大型的火警 對 因為其實就有人命危害 所以就在前面吧 對啊 在前面 消防人員拉起水線緊急灌救 因為至少還有二十幾個人受益其中 當時你們這邊救災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前面的分隊很迅速就 付了我們水線上去了 後來我們 負責收救的單位就跟著上去嘛 然後這邊剛好有一個民眾掛窗 就被帶救 真的遇到火災的時候 在窗戶呼救是好的嗎 其實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你開窗 火焰有可能把你熏到 我們就是把門關起來 窗關起來 我們不要被煙熏到 其實就安全很多了 就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你當時是在哪個位置 我當時就是在這個門口 你說在這門口 對 我們那時候是菜鳥 很菜的菜鳥 不能進去 所以我們負責 顧器材或是負責安全管制 確保裡面的氣量都足夠 我們要背空氣瓶 因為其實路邊通常都有消防栓嘛 那這邊的消防栓離這邊很遠嗎 這邊的消防栓其實在那邊 然後 在前面 很少會是這種地上的 最常見的是地下室的一種黃黃的蓋子 它的用法就是把這邊轉開 然後接那個水管打出來 它就是這邊有一個扣 然後開 然後 對 然後這邊把它用工具打開 它要用工具才能敲開 對啊 一般民眾應該是打不開的 對啊 要工具 親眼看見麗絲遭遇的第一場火災 說真的 非常震撼 雖然他描述得非常輕鬆 但身為一般民眾的我們 好像也還能感受到 當時的恐懼 你現在可以幫我描述一下當時發生什麼事嗎 嗯 當時其實就是接到報案 說是住宅活警 像我那第一場嘛 剛下單位 他是不會讓我們進去當脫油瓶的 那你們進去反而會增加危險嗎 對增加我們自己看大家的危險 除了經驗以外 每個單位他的特性也不太一樣 怎麼說 就是救災的方式其實 在台灣還沒有一整套非常科學化的 流程 訓練 我們都還在努力 對 那當時在這場火警上升了很多嗎 有九位民眾 因為他的區化 但是沒辦法形成一個安全的空間 他全部都是連通的琴鋼架這樣子 燒得快 然後避難的人數也太多 嗯 然後能避難的空間也幾乎沒有 你可以有辦法形容 就是站在火場裡面是什麼樣的感覺嗎 其實那個狀態就有點像 我們在一個很寧靜的環境之下 然後做著不寧靜的事情 那他會有什麼聲音是不是 他的聲音變成很大量的白噪音 你的視野和你的視聽就會是一種 你相對是寧靜的感覺 閉上眼 仔細聽 我好像能體會 那一片漆黑雨寧靜 危險 又難以逃離 但在麗絲的心裡 其實有個比火場更危險的事 需要他去救難 那我可能還需要去一個地方加班一下 你還有地方要去 對 你是太忙了吧你 那個地方是那個 我們基層消防員 組成的消防員工作權益處境會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看一下 好 麻煩你們了 好 當初為什麼會想成立 當初其實是有一群學長 他們辦了一場遊行 那後來覺得一場遊行完全改變不了什麼事情 所以需要團結起來 好 可以隨便進來嗎 可以沒問題 這邊有很多個牌子耶 對啊 這也是 時常互相聲援的 就是基層勞工組成這些工會 這是我剛才提到的那場遊行 這些都是幾乎都消防員 第一場遊行 對幾乎都消防員和小卷 哦 這是你們做的是不是 對啊 這是前陣子修法的靜坐 哦 你們也有在看火神的眼淚嗎 有啊 導演他跟我們很好 其實我們那時候這個抗爭的時候他有來 哦真的哦 然後我們就很謝謝他幫我們寫很多文 然後拍這個 他就反而謝謝我們說 那是因為你們堅持了十年 我才會看到才會拍這個 我剛才進來有發現一個有點殘酷的事實 哦 就是 大家都是工會 然後你們是促進會 對 我們還不能組工會 所以公務員不能組工會 對 他認為你公務員 就必須要捨棄很多人權 哦哦 對 我很好奇 你們現在真的覺得不合理的事情是什麼事情 最主要的還是我們 真的有打過四線案的那件事 是公使 即使能力是足夠的 我們依然每月的總公使 都還是會高於336小時 超過100個小時 或是一定數量的加班 就是貢獻給國家 那些超過100小時就是沒有東西可以拿到 對不對 拿到一張嘉獎 國小榮譽卡那種感覺 你說像獎狀那樣嗎 對對對 對我們來說 嘉獎其實不缺 四線案打了八年之後 憲法宣告我們公使是違憲的 所以前陣子我們是希望 這個宣告不只要是宣告 我們要把它寫入 全民是共識的法律 要改善到哪個點 才能幫助你們改善公使這件事 其實我們並沒有一個 終點 因為不像英雄電影 一個戰役之後好像就世界和平 世界也是一直在變 等我們老去之後 我們要退休的時候 那時候的消防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環境 我們也不確定 只希望就是有一個第一線的立場 是可以跟社會暢通 對我想這也是我們這個 我們活在這邊土地最珍貴的東西 因為我們其實享受這個民主自由環境 對啊 這個促進會還有想要做些什麼嗎 跟很多工會一樣 我們應該是要像是勞動權的運動 爭取勞權 但有時候我們會跟別人說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還在停在殉職運動 就是我們現在爭取的東西 都還是因為生命的逝去 然後我們努力去爭取才拿到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最近我感觸最深的應該是 彰化有個防疫旅館 我們稱它叫喬友大火禁止安 就是有一位學長他就是進去搶救 但是因為很多的因素 所以導致那個地方搶救變得很困難 火勢也有點難在當下的整個救災量能下控制 那個學長就失聯了 他被整個現場指揮體系忘記 你說他忘記他進入火場這件事嗎 對 我實在很難就是相信說 我們自己的同袍在裡面受困了 你的選擇卻是先把它忘記 為什麼當下長官會忽略到這件事 我們的訓練裡面我們稱為 RAT訓練或RAC 他就是快速反應的救援小組 專門在救自己消防員 但是指揮官他們並不會受這些訓練 那因為像我們所說現在拿的是 新屋大火兩週年的紀念冊 這個應該是發生在更早時候 這兩週年是當時的做了一個報導 像這個新屋一樣發生在桃園的禁棚 然後在台中的大雅 那都是違章工廠 桃園台中這麼多違章建築 發生過這麼多次的悲劇 異常常的殉職案對於協會的他們 是心痛也是堅持的動力 我也很好奇 同樣是消防員的他 有沒有曾想過 自己有一天 也可能不小心殉職在火場裡 當然也會啊 可是那個擔心是來自於 會想到身邊的人 就像我可能看到像是之前我的班長 在禁棚大火殉職這樣子 那個難受的程度其實很難去釋懷 尤其你又一直參與爭取 又破滅爭取又破滅這樣子 對殉職之後身邊的那種 那種痛的感受會更深刻 他那次的殉職也是跟 你覺得跟體制上的問題有關嗎 除了消防隊以外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沒有完整的資訊的權利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退避的權利 我們退避就是採取防疫訓的救災 如果沒有人命受困啊 所以他應該就不需要去這麼深進去 然後應該就只是把它撲滅這樣子嗎 對對對因為那個環境是 比較多危險物質的 會曾經有想過要放棄做這一行嗎 多少會想過放棄 但身邊的人連結就是我們的分隊 就是我們平常生活的一些細索的情感 生活好像就是多一點快樂的感覺 再來就是很少很少會遇到感動的事件 譬如像我剛好跑到一個街深 快要臨盆了這樣子 對那時候我開車我就停到路邊 趕快在後面 剛好也會有蠻優秀的我們叫高級救護學長 就很順利的知道我一個菜鳥門 很順利的把它節省出來 然後後來他就回來送油飯給我 隔天晚上我出勤 我把油飯從冰箱裡面拿出來 結果可能太累了我就沒有注意到 那就整個打翻了 所以你沒吃到那個油飯 沒有 因為我覺得 這東西對我太重要 所以我就 你還是把它吃了嗎 我去把它拿去沖洗一洗 我還是把它全部吃完 因為我們通常 不是拯救生命 其實我們就是 看著生命 在我們手上逝去 那個消磨其實 和創傷其實會一直累積 但是看到一個新生命出來 那感覺之後完全就不一樣了 其實還是有遇到一些 讓你覺得開心很快樂的事 這工作的本質是 很難能想要 一直做下去的 我是消防員汪律師 我來參加這場進座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在之後的訓練 提到那些訓職的學長的時候 不會再只是無奈或是疑問 今天真的很感謝 謝謝你 但我們還是有個慣例的問題要問你 你覺得工作而言對你來講 是什麼樣的東西 工作 對 工作 工作其實 對我來說是個家 跟家一樣 工作也有破碎的 也有脆弱的 更可能會很危險 但是也有可能 我們可以透過自己長大 重新 創立一個相對 想要的 幸福的 或是可以生活下去的 家庭 助手 你可以 打造一個 你更好更幸福的家庭 對 今天謝謝你 謝謝 我還有一個東西要轉交給你們團隊 什麼東西 對 這個 這個東西是我 審索救援會用到 它叫 SHOR LINK 因為你們 加班不孤單其實連結了說 勞動可能比較辛苦的人 看上面有一些科文 那是我在消防隊的故事 那我希望接下來的故事 可以由加班不孤單 再接續下去 非常有意義的禮物 感謝歷史 真的 感謝今天 那你趕快回去休息 真的 回家睡 謝謝你喔 好 我覺得 他自己一個很有想法 然後又很勇於打破體制的人 所以我對他其實 非常敬佩 他真的是 讓我知道 原來這世界上真的有英雄的存在 沒錯沒錯 社會上也許就是需要更多這樣子的人 好 那最後提醒大家 加班不孤單這個節目呢 是常態真稿 那如果有興趣報名的朋友 都可以在下方資訊欄點選連結 好 那我們加班不孤單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的參加班 跟觀眾 и更多ér ço回來